地震来袭就怕当下正在搭电梯 不论是停摆不动甚至向下坠 都可能造成危险 403大地震全台天摇地动 吓坏众人甚至有社区电梯故障 出入是非常不方便 这动社区有一些事实上很年纪 像我都已经七十几岁了 电梯封闭起来被困起来的话 在一个假小的阴暗的空间里面 每个人都是为了闭设的恐惧症 好险当时没人待在电梯里 业者透露大地震后 电梯老旧态患 寻温度增加三成 告示效仿日本推出了地震感知器 当发生四级以上有感地震 感知器内的地震仪 就会透过监控面板 列动到电梯 自动停靠到最靠近的楼层 帮助人脱困 而且就算停电也会照常启用 日本也是地震频繁 自从板神大地震 他们就把电梯 安装地震监控仪器 列为标准配备 如果地震持续 而人员没有办法出来 那这个时候政府过大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有倒轨会脱轨 很怕电梯这样突然掉下来 也很怕 所以希望说我们现在有科技 有办法保障这个电梯 坐在里面的人 有办法说安全性 不要一下子掉下去 台湾地震频频震出恐慌 解游新科技 让民众遇到地震时 降低危险 确保安全 环宇新闻 陈彦宣宣 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